可是可立不可拆啦 在裡面他們永遠不能分開 所以接下來就要讓我們歡迎 在劇中裡面 試驗我們的阿翰跟Birdy的誰 曾經華以及陳昊森 讓我們歡迎這隊CP隊 阿翰跟Birdy在我們心中 永遠留下了非常不可逃命的痕跡 刻在系列名字是誰 阿翰跟Birdy從下一台詞就是了 好 兩位 陳昊森 曾經華 來 歡迎來到台上 我們請大家先 各自跟現場的朋友打聲招呼 來 我們從我們的監製開始 大家午安 嗨 大家午安 很開心我們又拿 刻在你心姐的名字跟大家見面 這是一個有愛的故事 然後我知道早上還有點下雨 然後現在陽光普照 然後大家熱情 我們感受到了 希望大家熱情 我們一起闖經典醫院 好 闖經典醫院 好 這是我們監製非常非常重要的心聲好不好 所以我們25號開始口沛場 請大家闖進電影院 用那個票房 把刻在你心裡的名字弄爆滿好不好 好 擠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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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大家都知道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你知道這為了要紀念導演的誰 你知道嗎 紀念 不是 紀念 要尋找導演的誰 你知道嗎 尋找Birdy 尋找Birdy 是的 因為導演就是用這部影片的部分呢 要獻給他心中的Birdy 每個人 初戀 如果大家現場有人認識Birdy的話 我們懸賞 懸賞20萬 尋找他心中那個Birdy 20萬 提出 導演這現場有非常多的人錄影跟那個純正喔 20萬尋找 劉廣輝的Birdy 對不對 現在應該也是年紀不小了 就跟我差不多 對對對 OK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以瑞 我們今天也到了現場 來 以瑞跟大家介紹 哈囉 大家午安 晚一點再跟大家說晚安 先跟大家說午安 大家好 我是Yuri 陳怡瑞 在裡面飾演的是 Angel 對 Angel在裡面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讓大家知道了一下 他們之間在某個場合 會跟浩森 就是飾演的阿翰的角色 發生了一些事情 好 在還沒發生事情之前 我們請成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吳成羊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阿翰的哥哥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這部電影 可以幫我們多多分享出去 謝謝 是 大家都知道阿翰這麼 對 阿翰哥哥這麼的好 其實身為阿翰 非常的有壓力對不對 好 歡迎在裡面的 浩森 來 嗨 大家好 我是陳奧森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張家翰 阿翰 嗨 阿翰在哥哥旁邊 特別露出了非常燦爛的笑容 嗨 把哥哥比下去 你說嗨對不對 在裡面呢 為什麼開得這麼高興 但是電影還是會有 總是帶著那一件遺憾 讓這麼微笑 青春少年兒遺憾的 來 Birdie 在裡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靜華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王伯德 Birdie 那今天很開心你們可以來到這裡 待會我會努力幫你們簽名的 喔喔喔喔喔 欸 請問 簽名 你簽曾靜華對不對 對 那旁邊會畫一隻小鳥嗎 Birdie嗎 不會 OK 但是呢 看了電影之後 Birdie都會生計在大家的心中 對不對 兩個男的中間 總是會有一些人要介入 誰介入 讓我們歡迎咪咪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是邵一眉 咪咪 那我在電影裡面 飾演的是吳肉菲 斑斑 大家好 飾演吳肉菲 斑斑 大家有知道吳肉菲是幾班的嗎 A班 哎呦 大家都知道是A班 那你知道他們參加了什麼社團嗎 管樂社團 管樂社團 那管樂社團是誰管的咧 管樂社團 欸 是啊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歐神父 法比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法比歐 我在這部戲裡面演的是歐神父 我是他們的員隊的老師 然後我也是這個學校的神父 好 也是一個學校的神父 然後是從加拿大來的對不對 加拿大來了 在那個年代一個神父 穿這個衣服都穿得整整齊齊的 但是他會面臨上帝到底開了哪雙窗 給這一群學生們對不對 好 那麼等一下我們就要開始今天的活動 但是在今天活動之前呢 我們要先請電子媒語的部分來做一下 好 OK嗎 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 好 別一個愛心好不好 所有的 粉絲們記得今天要來參與我們的活動呢 請大家 來 我們先從右手邊 來 我們從我們的右手邊 來 我們的導演的右手邊這邊 來看一下我們從右手邊到中間 來 我們要拍的 舉手一下 來 我們的眼神才能對著大家喔 深情緩緩 刻在你的心裡 從現在開始 我們應該會把這部電影刻在你的心裡 然後我們在最左邊 最左邊這邊 好 我這台補一張 好 我這台補一張 正中間 好 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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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電影之後 第一次 好啦 本次很認真在Cue中看那一台 真的是 好 我們先跟大家揮手一下 因為這連棒的部分我們請一 來 我們請 好 來 你 左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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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個 左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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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送上我們的愛心給大家 好啦 中間再一個 中間這個藍色衣服 藍色衣服 我們中間有三位藍色衣服 好 OK 好 來 我們請電子媒體的部段上來 好 來 我們請電子媒體的部段上來 有一場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給你 他這麼多 謝謝 誰講話就住到誰那邊 許導黑有經驗 對嗎 好熱 好 現場都配合你 又在機器煙吧 電影拍到上面的影景是怎樣 想要再講一下大家的事情 呃 就是 快商業了 很緊張 然後但是也很興奮 你跟我都流滿身汗 就是我很期待能夠宣傳 然後跟大家見面 然後看看他們真實的想法 對 今天看到那麼多粉絲在現場 都覺得既期待又緊張 還是大家要簽署的什麼意思 我的手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 準備好 牽到手痠了 我必須說就是這部作品是 呃 我們 呃 演員跟工作人員 就是真的非常努力 做出來的作品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這部上映 這部電影趕快上映 對 然後希望可以看到一些 朋友的回饋這樣 嗯 那其實電影快上映 有沒有這些目標對於電影 我只希望這個故事 可以讓生活周遭的每個人看到 這樣就好了 沒有設定的說 票房過多少你要做什麼 連電影都一定要被問一下 這個要問導演吧 導演監製 就是 我們票房如果破譯的話 我們會解鎖一個 他們兩個皮夾裡的一張照片 哦 對 劇情裡面就是他們看皮夾裡的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會解鎖這張照片這樣子 劇情裡好像有 對對 劇情有講 然後就是有提到可能是一張裸照的部分 這樣 其實不要給大家太多想像 其實就是導演本人的裸照 其實就是導演本人的裸照 導演的裸照準備好了 導演本人的裸照準備好了 導演本人的裸照準備好了 對對對 大家想要嗎 沒有想要 那我們破不了意了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國片在這個 今年開始 我不知道 當然因為疫情感覺有受到影響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更棒的事情 是反而很多西片是沒有上的 然後反而讓國片大家有機會注意到 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在做各種不同類型的題材 所以其實從 大概前幾檔都已經 票房都越來越好了 那相信我們在前面幾位前輩的努力之下 我們是有機會 可以再往更好的路上去衝 然後就像大家一路都開始喜歡國片之後 那明年後年大家有更多更好的創作會出來 我對這部電影有信心嗎 我對這部電影當然有信心啊 你看我們 站在台上的 除了我跟導演兩個人 不帥之外 沒有一個不帥不美的 所以我想 基本上我是蠻有信心的 光顏值這一張票價就值得了 我覺得常常 觀眾在投一張票的時候 會想說我投這張票值不值得 我們這個電影呢 基本上我們去了 加拿大澎湖 台灣各地 然後我們請了這麼多帥哥美女 然後我們又跨時代 我們花了 聽說是今年國片花最多錢的 也不知道是導演不會拍還是怎樣 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 我相信因為這樣子的話 觀眾會覺得這張票是很值得 而且幾乎我們現在特意 或者是很多機會放完之後 所有人說那個影響力可能是半個月走不出來 那個走不出來並不是難過 而是一個感動 然後拼命想要知道 曾經那個 心中那個名字現在人好不好 在哪裡 然後還會去偷偷看人家 我們都看到很多人分享這樣的故事給我們 對啊 黃瑞瑞應該也聊到很多地方取景 我們知道這個故事 是背景設定在巴黎解嚴時期嗎 對 所以取景的部分要特別去 就是要去考慮一下 這個地方是不是比較有復服的感覺 找地方是蠻難的 其實現在你要拍更早以前 那個比較簡單 因為大家沒有什麼歷史可靠 然後你要拍現在也很容易 但你要拍1987年那個年代 因為大家還有一點記憶 然後甚至現在很多東西破壞 其實反而相對更難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的美術非常用心 然後他除了復刻之外 他還加入他的情懷在裡頭 所以你會看到每一個畫面跟攝影搭配起來都是很美的 所以不是只有真實感還有一種美感這樣 那在這過程有沒有比較困難的地方 你們要不要講講 其實每一場都困難 每一場都困難 對 因為兩位男主角年紀蠻輕的 80年代被比了來說 你們應該還沒出生吧 就 因為準備這部電影真的 花費我們蠻多 蠻多時間 跟我們在作業上面 我們真的很努力去看了一些 不管是電影 還有我們會到同志協會 找一些朋友聊天 那他們分享的東西 其實對我們非常有幫助 對 然後 你對那年代有什麼樣的印象嗎 去演的時候有沒有特別 其實因為在開拍前 導演有分享他當時寫的戲 然後其實在那個年代可能 沒有那麼快速 所以治理行間 其實我們可以去找到一些 一些痕跡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像剛剛監製說的美術 美術的佈置 真的讓我們很快的 就能進入到那個 那個狀態這樣 哪一個場景特別印象深刻 這個景想說 哇真的立刻有那種 進入到故事的感覺 很多耶 像夜靈啊 像 其實 對 天橋 然後 神父的小教室 其實我覺得都很 要敘述一下完整一點 那場戲大概是什麼 夜靈 夜靈就是我跟Birdy 其實為了偷偷的去 偷偷的去兩個人的小時光 所以我們 我們跑去夜靈這樣 那個在學校可以請公假 那神父的小教室就是 其實是張家翰在對神父 傾訴他自己內心的自我認同 跟他對自己的一些告白這樣 屬於這兩個角色的一個小空間 對 然後 換你說 哈哈哈哈 我自己最喜歡的其實是到澎湖 對 其實澎湖不管你到哪裡拍 我覺得 拍起來都很 很好看 而且 也不會脫離那個時代感 那 在澎湖 我們有很多 像是 在沙洲 在海邊 那個感覺 其實 呃 對我們兩個角色來講 那是一種 灑脫感 然後 呃 屬於我們兩個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非常喜歡澎湖 結果 剛剛大家的問題是 問場景哪一個最動人 然後結果是 不用穿衣服 跟那個場景最簡單的 對 澎湖是不用穿衣服 那個衣服穿不多 對 看後面都開了 後面 就是澎湖 對 那兩個人有營造CD 兩位 今天是有特別 私底下有什麼 我們開拍前幾個月 我們兩個是 住在一起 對對對 然後就是 生活起居都 一起這樣 然後 抱一個對方的料 就在一起 就在一起 生活習慣的料 抱一個 沒問題 但抱一個對方的料 我不知道有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誰一直跟他髒亂 呃 這 差不多吧 我滿 我滿乾淨的吧 我覺得 我記得我都 那時候是有點小亂 因為 我不常回去 因為我那時候在忙 別的劇組的事情 對 就是 呃 可能 房間就堆滿很多 袋 就是今天工作的 東西這樣 嗯 他的房間屬於就是 隨時離家出走 都可以 欸 比較沒有成色 比較沒有成色 他們是已經成色完畢 對對對 有啊 有啊 像我們有一個預告 呃 前島的預告 其實 在拍那個預告 我們 是想著 心底 我們想念的那個名字 對 就是你有看一個黑白的預告 對對對 你特別的想念 他 呃 呵呵 因為我 因為我 那個女朋友對我來說 還滿重要的 然後 呃 她也是我 感情這一塊的出發 出發點 那我對她 跟她相處的過程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然後 有些話 其實很想對她說 但還沒說出來 對 還沒有做好準備說出來 這時候我又從背後 向背後鈴出來 哈哈 因為我們這個電影呢 就講 每一段初戀 都像死士般一樣偉大 所以我相信 初戀在每個人心中 都會有很深刻的印象 不管她 酸甜苦辣 都是很迷人的 那這個電影其實也在講初戀 然後 妳要問什麼 女朋友 像她一樣 也是在想的過程中 特別難忘了 我 我 我其實是覺得 比較害羞啦 就是 就是 呃 特別想起來 然後就會想到 喔 特別想起來 然後就會想到 每一個過程 然後 就覺得 就覺得 那一切真的很美好 然後 但是也不會再重來了 就 就那一次 我覺得那些東西就是 保留在我們自己心裡 然後 其實 我 我屬於 一個比較喜歡 搞一些小驚喜的 然後 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兩個都會在過節的時候 或是 或是 對方生日的時候 佈置一些小驚喜 對 然後 有一次 就是 我出國的時候 我很害怕她不想我 所以我就 我就 偷偷寫信 然後藏在 藏在就是 她家附近的公園 然後 等到我出國的時候 我就 寄那個跨國簡訊 給她說 欸你要記得去哪裡 今天要去哪裡 對 有點像解謎那樣 對 藏在公園裡面 對 就是 藏在石頭裡面 藏在石頭裡面 因為我被別人想 沒有想怎麼辦 沒有想過欸 會下雨 下雨 濕掉了 對 嗯 那陣子 天氣蠻好的 我可能 所以她最後都收到 最後都有收到 大學 上班 沒有沒有沒有 高中的時候 好浪漫 謝謝 謝謝 學習點 學起來了 現在嗎 現在嗎 呃 我現在沒有 沒有人給我做這種事 現在可能 對啊 現在就自己寫日記而已 電影要上映 你既然只是一個講 出面的故事 會不會要自己出面的人 來 觀賞 進行一起觀賞 如果 我 我 那個 我幫你們計票給她 出練場 出練場 對啊 出練場 對啊 出練場 好流汗的一場 真的嗎 那一場會硬後嗎 光導演自己就要包一個 700人的大廳的 出練很多個 出練太多了 有個要罰比歐多刀好了 我應該很有經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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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支持 嗯 我們這部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9月30上映 然後 它裡面是在講說 兩個 在 解嚴後 的時代 兩個 青春的 校園高中生 然後 在 一個 嗯 很 很 比較封閉 的 社會裡面 然後他們在追求 他們自己的感情 對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覺得 我們這部電影 9月30號 即將在全台上映 然後呢 它是一個 充滿愛的故事 我覺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 刻骨明星的回憶 或是很刻在心底的名字 我希望當你們看完的時候 可以想到那個名字 然後 對這個世界 充滿更多的愛 嗯 到時見喔 哈哈 謝謝 我們就要開始我們的 補充 我們本次的 左手比 舉起來 手指愛心 對我們好嗎 對我們說後面 手指愛心 然後另外一間 你可以幫你買個本本 好 你的那個 就可以一起穿上啦 好 那因為希望大家都入鏡 所以我們的心本 稍微往中間 來我們往中間 好不好 往中間 加油 來蘇可以舉起來 蘇舉起來 我們的左邊 右邊 議員團員都舉起來 新比了我們 看你新比了我們 然後蘇也舉起來 然後你們這邊 XX 好不好 記得所有的 這邊 這邊 準備喔 來麻煩事先一次看我這一台喔 看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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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嗎 這邊OK嗎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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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接下來我們要來 副歌一下我們一個 最終飛 這群孩子們都還年輕啊 這首歌可能看阿公阿嬤的時候有沒有唱過對不對 好我們講一下就是 這劇裡面你設了一個什麼樣的橋段 來浩森講一下 你裡面有沒有哪一個橋段讓你拍攝的時候 印象比較深刻 感覺毛毛的 而且Birdy還不在身邊 就是我們在墳墓裡的性啟蒙 喔 在墳墓裡的啟蒙對不對 好 因為在那個時候呢 因為剛解禁 所以很多的年輕高中男孩們 就開始做了很多很多的 不一樣的事情 導演為何會放在 那 蒙阿波裡面來做這個啟蒙的活動 就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剛剛 那場戲其實應該算還沒有解嚴 就正在解嚴的時候 所以大家 大家會想要做一些反抗這個社會的事情 然後夜遊希望找四季 然後這些 這些男孩子們 這些這些血氣方剛 荷爾蒙很強盛的 男孩子 不相信 不相信 根本就是去蒙阿波 就是要讓女生覺得很害怕 就覺得 然後就會很緊張 然後就會 你保護我 這樣 好啦 好 那這裡面 一瑞你就會跟 浩德爾在這場戲裡面吧 對不對 對 感受上面如何 你是說跟他對戲的時候 還是在蒙阿波拍攝的感受 在蒙阿波拍攝 還跟浩生對戲的感覺 其實那場戲應該是要我非常 就是熱情如火情緒激昂 但是因為那天真的太冷了 然後 蒙阿波真的讓我又覺得太恐怖了 那邊更冷對不對 對 而且因為那個是有一點圍山區嗎 所以就是真的天氣氣溫比較低一點 然後渠島又有點過分 因為我們就說 那個蒙阿波是在哪邊拍 應該是在空曠處吧 沒有 沒有 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就坐在 別人的名字旁邊 OK 對 那鏡華你看了之後有沒有覺得 幸好我沒去蒙阿波拍 真的幸好 要不然我真的 當下可能會不知道我怎麼演戲 OK 那裡面呢 因為大家知道心情蒙 所以法比歐神父 神父 神父在裡面其實就會碰到管學的這一群男男女女 在你的管教之下對不對 是 對 個別有很多東西 所以你要不要跟大家講活在當下 對 欸 欸你們會念嗎 欸 會念喔來準備好 1 2 3 1 2 3 好 很了準 好 好 不管怎麼樣 好我們活在當下 所以其實神父跟他們這幾個人 其實會有很大的 不管是衝突或者是教導的部分 其實我們劇本安排有故意 其實他們真的心情蒙還是神父給的 叫他們活在當下 喜歡就去愛 所以喜歡就去愛 喜歡就要到 阿翰才會被他鼓吹的才會有一些 你知道很大膽的舉動 都是你害的 OK 好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先復刻一下這個橋段的部分 給大家看 好不好 所以我們上椅子 你知道為什麼要上椅子嗎 那個有看過電影的就知道 在裡面呢 來我們大家有看過那一個舉手 就是看過萌阿波的舉手 所以在裡面呢 宜瑞應該在還沒寫完之前 他會坐在哪邊 大腿上 大腿上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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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 坐在旁邊 坐在旁邊 坐在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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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上面 坐上面 對不對 來我們請 隨便你看怎麼做好不好 我們弄一個男 男有力的 沒有要抓在身上 對你抓到身上 我們那個既然所有東西要在電影裡面看 我們先展現一下男有力 我們請導演幫我們say一下 不是等一下 先看看這個腿還可以嗎 這腿還可以嗎 這腿還可以嗎 那我就先侵犯一下 先侵犯一下你們的阿翰 好來侵犯一下阿翰 因為阿翰現在Bernie現在在旁邊空著 所以沒有關係 好 好 在這裡面呢 但是呢 在裡面 宜瑞跟阿翰可能在萌麻波的部分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動作 結合 那 我們的曾經華裡面的Bernie 難道跟別的人沒有什麼樣的關係嗎 跟誰會有一點點關係 那我們來請曾經華坐上來 曾經華坐上了他的位子 好 我知道你們最後我們幫你say一個 那個 那個 誰坐在誰身上 但是在裡面 咪咪請站出來 咪咪就是屬於在男生跟男生 就是男學校的部分呢 它就是一個女生之之的部分跑出來 我們請咪咪這邊 展現一下如果Bernie男有力的方式 請咪咪怎麼做 我會被討厭嗎 我們現在是C照片 我們現在當我們在一個 時尚雜誌的封面 我們拍攝的是1987年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復刻版 曾經華的粉絲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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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裡面一個很難有 咪咪好像是這樣做 咪咪好像是這樣做 摸她的頭對不對 好這一對 但是裡面有一對 如果你是男生 要怎麼拍攝 她會更漂亮 讓我們來歡迎 我們的陳陽 跟我們的法比歐 幫我們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 感覺這一對很有看過 然後這一對應該要怎麼做 才會有那種很FASH的姿勢呢 歡迎我們Vogue GQ 好的 讓我們來定格非常帥氣的 往前拍照 我們收一下麥克風好不好 非常定格的留下這一刻 你在劇中其實在1987年那個年代 其實我們所有的東西 對於愛情都是懵懂 來我們看一下前面 我們對於所有的愛情都很懵懂 都不知所措 大家都會覺得初戀的事情 我們有沒有勇氣去說出喜歡誰 大家都不知道 陳陽一直好害羞 這一對感覺就真的有一個戲可以發生 有一個戲可以發生 這次要講不去DMVlog對不對 OK 好的 到時候我寫一個劇本給導演 就是 續集就是 其實神父在台灣任職的這段時間 其實曾經跟某一位 阿翰的哥哥 阿翰的哥哥 對 哪裡喔 到外天 OK 接下來我們請兩位女生到旁邊 因為兩位男生幫我們拍一堵封面照 兩隻都給你 兩隻都給你 哇 好這個東西是沒Cue了啦 我們拍一堵封面照 希望我們今天 第一次留給我們的粉絲群的部分 說在你新的名字 記得其實每一個人在人生當中 可能都有一個阿翰 不用看我 看這邊 每個人的人生當中都會有一個阿翰 都會有一個Birdy 我們到底有沒有勇氣 就像阿翰在裡面講的 有勇氣說出我喜歡誰 你有沒有敢 好 好啦我們前面看一下 前面中間 好這是非常難得 非常非常難得的 阿回憶 你希望所有人 就是真的看了名字之後 這個東西會刻在你心中 OK了沒有 可以滿足了大家了沒有 可以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請他們 回到我們的舞台正中間 好愛心都送給你們